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说我们有很好的基础 是 所以今天来到台船的基隆厂 我们特别给予感谢还有一个更大的期许 除了强化海巡编装发展方案 28艘中最后一艘完工交船的100顿级巡防艇外 连江舰是海委会委托台船建造6艘1000顿级巡防舰的第三艘 不仅船型比现有1000顿级巡防舰更大 搭载中科院开发的正海武器系统取代40快炮 加上4支高压水炮 再执行水面近战防御任务 更具有威吓及攻击能力 台船方面更纳入近年研发的智慧船舶技术 可有效提升海域执法及救难护予能量 这一次的1000顿的6艘 我们预计在116年可以全部交完 这里面用的是跟以前的不太一样的设备 大概最新的部分大概都给它放上去的 除了可以都维持原来的功能之外 可以增加未来在海上的救难 或者是这个巡护的一个能量 另外把台船现在最近几年研发的一些 智慧船舶的技术都灌到里面去了 那这个东西可以加强他们执行的效率 也可以省掉很多的人员的使用 那这个东西对未来的护予护海浆 都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在那边 包括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思义及金融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等人都出席官礼 对于海巡弟兄执勤的辛苦表示感谢 也肯定台船对落实国舰国招政策的贡献 尤其是金融厂同仁的表现 更是荣耀了基隆 我希望在这船上让我们海巡的弟兄生活空间 也能够更加的完整 那这个部分就有赖我们台船 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船舰过程当中 规划设计的一个努力了 台船作为我们台湾最大的行业制造公司 如同刚才他提到这100件也是零为寿命 还好有台船 身为基隆人 我想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天 很荣幸以台船基隆厂为首 扛起台湾国舰国造的大旗 肩负着我们安身立命的工程 我想像一路守卫基隆 守护基隆的台船公司 致上我们最大的感谢还有敬意 管闭临透露未来还有六艘 因应高纬度远洋护鱼 及破冰能量的巡护船 将交由台船建造 期待在台船精湛造船技术的加持下 海巡团队能发挥人舰合一的效果 守护蓝色国土 让2300万同胞安居乐业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环南时候是台湾公共艺术史上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透过市府跨局处合作 让公共艺术作品以电影形式呈现 剧中四人结败为环南四少 但殊不知其中的第四少 却来自31年后的未来 用穿越的方式将市场 每个多元又感人的故事连接起来 看商也变成定里头的演员 凸显在地特色 一个市场竟然到最后 能够把一个历史变成一部电影 那说实在的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复杂的 如果没有会长的多帮忙的话 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很多环节 是很难跨过来的 非常难跨过来的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 在我们现场胡超胜先生 各位可能对他没有那么熟悉 但他在艺术界是赫赫有名的 他在不管是在策展 还是在各种的创意的这个意见上 都给我们文化局 也给台湾的艺术界很多的帮助 那他能够有他在 我完全不意外 为什么到最后 这个整个的怀南市场的公共艺术 会变成一部电影 有他在我完全不意外 因为他的想法 应该绝对足以支撑这一个创意 现在他们是在电影里 在这边是当演员的身份 待会一出去以后 我一惊一围 明天早上就开始在市场 又在蹦蹦叮叮叮跑起来了 给各位一个掌声吧 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比较担心 在未来 各位在一边做生意的时候 一边还有签名 会不会很麻烦 一边签名 还有一边 哎呀不好意思 拍谁拍谁 然后再签个名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这样的开场是意味着 这是一个创举 那我要跟几位演员 年轻人演员说 真的 演员的生涯 各位一定可以走很久 而且将来有机会 各位的行动这么好 这么会演戏 一定会有很多机会 得很多大奖 但这部戏 一定是你们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知不觉中 在写历史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公共艺术 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我一直以为公共艺术 就是在 在现地 可能有一些硬体 有一些 有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说 我有一天会来这边 要看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称叫 环南时刻 所以 这个是 头一个 就是很感动的地方 它是空前的 第一步 将过往 我们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 不外乎就是雕塑 不外乎就是 这个石头 不外乎就是铜雕 等等之类的 我们可以想象 那这是第一次 我们用影像 我们用电影的方式 来把 环南市场 也就是这个 设置 应该要设置 艺术品的地方 的这个作品 转换成为一个影像 与叙事的方式 来呈现在大众面前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 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作为 这个其中的知情小组 我们非常的荣幸 能 李鼎导演 能将 环南市场 跟这个 他的前世今生 结合 他在剧情上面的 这个 这个 编导 再加上 这个里面的爱情故事 场域精神 跟创意 再再的 都从影像里面 我们看到了 台湾在过去30年来 这个 万华地区的 这个 宫庙文化 台湾在 这个爱情 在感情上面的 这种人权上面的 推动 以及 创造力的表现 电影 环南时候 特营会上 导演 李定 及演员 接出席 分享拍片 小故事 及心情 其实你们知道 我就是 最怕跟 林东 碰面的人 我记得我跟他 碰面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 我知道你们 林东你好 我知道你最讨厌 长头发的男生了 希望我今天 是你 第一个例外 那我就因为了 这句话 赢得林东先生 对我的热烈的拥抱 然后呢 他完全的 支持我们 给他一点掌声 所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林东先生并没有对 长头发的人特别有 有那个意见 所以说绝对不是因为有长头发 那为什么一定要拜访他呢 其实大家看这个环南时候 刚刚这个预告片 跟各位讲 这部片真的超级难拍 因为环南市场有一千多个摊商 一千多个摊商 如果你只拍林东先生的话 另外一个没有选上自制会会长的人 会跟我们臭干聊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天就跑到那个猪肉摊商去问说 你觉得我们是拍纪录片好 还是拍剧情片好 还是什么好 说你不要给我拍什么纪录片 你也不要给我拍剧情片 不要给我拍那个什么片 你最好是拍电影 我说拍电影 拍电影是就要拍像蒙甲亮 确定不要 我们环南市场绝对不可以再拍有帮派的东西了 因为环南市场最不可以有就帮派 可是帮派最有钱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 我看你这样 你去拍同性恋好不好 拍同性恋一定会有人看 我其实那一刻的时候 其实摊商很爱开玩笑 开玩笑 就像刚刚预告片看到的 那个洗猪肠的那个 你知道是谁 他就跟我说 我们最厉害不是洗猪肠 我们是洗澡 我们环南人洗澡最干净 就从他这一句话开始之后 我们就收集了所有的故事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 也有跟导演讨论几个 就是自己想象中可能老了之后 原本导演也有问我 要不要直接演到像余萍一样 不要说老了之后啦 跨度这么大的 过几年之后啦 这才几岁耶 这跟导演要年龄你就说老 对不用说老了之后 说过几年之后啦 就大概明年的时候啦 就大概明年的时候 我明年的时候 我想象中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去 做很多造型的测试 然后发现其实我跟善成玉老师 在绑起头巾的时候 好像真的长蛮像的 对 所以就觉得这个蛮好的 就我明年大概就是那样的 绑头巾之后明年就那样 在同性上可能还是需要 有一点压抑或是有一些东西 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坦白的讲 尤其是跟亲情之间也有很多的疙瘩 然后我觉得我跟初公轩一起合作的时候 最开心的真的就是跟他一起上了很多的课程 然后学了很多很多 比如说画脸啦 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打橄榄球啊 就是我们进行了很多默契的培养 所以我觉得他刚才会这样说 就是波威来帮我讲这件事情 但画脸那件事情印象真的很深刻 尤其是我们有为了那天要画脸 然后我们还吃素这样 对算是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尊重 那我其实非常喜欢 就是余康明从18岁跨渡了这么多的时间 来到了49岁 因为我觉得余康明可能就算是一个 环南市场的地府岭吧 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这个地方 感觉好像不管他的身体 还是他的心灵都被真空在这一个 台北市最重要的市场里头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由于外还是于内 对我来说是年龄的冻结 也是就是我把这个角色 整个人都留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然后非常谢谢可以跟着这个团队 一起拍摄这么棒的电影 然后把大家最棒的时候 都留在环南时候 环南时候借由电影这个拍摄行为 是公共艺术不再局限于 实体空间作品设置与艺术计划 进而在影视英的创作过程中 借由拍摄与在地居民及摊商互动 使公共产生行为 电影不负众望 日前已受2023高雄电影节邀约 单美主义开幕片 售票一推出便开出红攀 未来期盼加深与影视产业合作 推向更多影展与商业放映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墨具五色2.0以墨具五色一墨而多彩 缤纷源于无色将忧人带回初中 由最单纯的一墨而渲染缤纷 作品结合颇彩画家柯淑林的画作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共同创作 呈现出幽人前所未有的缤纷斑斓 比如说老子说的 五色令人眼盲 五印令人耳聋 这句话好像放置古镜 都是通用的 对等等 那么像庄子的古彭尔歌 大鹏展翅 甚至刨丁解牛跟庄舟梦蝶 在每一个时代 好像都提醒着生命的幻想跟实相 所以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又经过了这样的疫情 那这时候在重读 在重看老庄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跟启发 这次在重新做墨具五色的时候 其中那个庄舟梦蝶的段落 因为第一次在做的时候 虽然呈现了一个这个意境 但是经过了COVID-19 经过了山上火灾 其实感觉到有些事情 好像就是更回到一个 一个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是可以在交流或者是沟通 或者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 某些事情里面去探讨一下 我们想要去了解的这个庄子 要去告诉我们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这样 那所以在这次庄舟梦蝶的时候 我就直接问了团员说 谁在做梦 你在做你的梦 还是在做庄子的梦 就像当年我的老师问我一样 那这一次 透过真实地去说自己的梦境 也透过 甚至我们还邀请了 应该是说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想要听到观众们的 就除了团员之外 更想听到来看的观众们 你们的这个内在的那个 跟老子 庄子一样的那个蝴蝶在哪里 所以呢 首先我们就先邀请了 我们这期间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请谢哲青 来为我们在首演场里面 说出他的梦境 经过幽人山上剧场火灾 与长达三年的疫情 艺术总监黄志群 与导演刘若瑜 共同携手新编墨剧五色2.0 六个篇章 加入更明确的台词 及肢体表达元素 让每一个篇章 有更具体的叙述 其实最最大的不同就是 每一个片段 尤其是庄子的 你看庄子的片段里面 是从大鹏展翅 然后是这个 刨丁解牛 古鹏儿歌 和这个庄周梦蝶 我们从大鹏展翅开始 就将老子的这个 原来用什么 鼓声啊 用尸体啊 意境表达的方式里面 开始去说话 而第一段的这个大鹏展翅 原来我们大家了解的 大鹏展翅 好像就是有一个 那个大鹏鸟 它展示蓬飞九万里嘛 但其实还有一个小鸟 小鸟跟大鸟的关系是什么 那庄子想表达的这个奇物论是什么意思呢 但在这个之后呢 还有一段 就是 摇 让位给许游的故事 所以呢 这个中间里面 这个庄子要去隐喻的 我们跟万物界的关系 从大鸟 现在出现的小鸟 又出现了这个 摇跟这个许游 所以在这个里面 透过语言 透过这样的意境 有了很大的改变 跟原来的这个大鹏展翅 几乎是非常的不同 那庞丁解牛是 几乎完全改了 全改了 从牛开始就改了 那原来我们在 阐述的那个时候呢 比较接近 因为庞丁解牛 像桑林之物 所以现在我们来了一个 真正的庞丁来解牛 那就是刚刚看的 大家看到那一段 如何真正的去 去用一个 有点肢体的动作 但是又有一个 那个庞丁 他自己内在 跟那个牛的关系 他怎么去了解那个牛 怎么用他自己内在里面 从他的体会 到他的内在的心神 如何跟他相应 那当然 其实庞丁解牛 之后 我们后面还有一段 跟那个 那个张罗老师作品的 桑林之物 那我们今天没有 刚刚没有呈现 但是相较于 这个庞丁又走到了 桑林之物 也完整地呈现 原来庄子 要传递的 桑林解牛 那当然后面 这个谷鹏儿歌 也改了 虽然看到这个谷曲 但是我们这回 还有一个真正的 庄子跑出来 在那里敲盆 那所以也是一个 不同的段落 那刚刚讲的 庄周梦丁 改变得非常大 台上完全改变了 所以其实 庄子的四个段落 应该就是全新的 全新的版本 语言进去了 肢体也改了 表达的方式也改了 然后我想这个 经过了COVID-19 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这个山上的火灾 很多事情在 幽人在 我跟黄老师之间 有很多的冲击 我们也开始去思考 我们如何将我们内在 想要急迫 去了解的事情 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们 一起分享 那也包含这次 邀请协者进来 也是希望能够 让这些事情 可以除了在台上 跟大家交流 也在台下 跟大家交流 也让某些事情 我们共同在这个 大环境中 一起来探索 经典末具舞色2.0 将于9月22日至24日 于台北国家戏剧院 11月25至26日 于台中国家歌剧院 12月9日至10日 于高雄卫武营 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展开八场精彩演出 喜爱幽人神谷的观众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一起加油 无烟环境扩大中 一手烟害己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遗毒人间 前电视台运动频道主播魏华轩 与国民健康署一起宣导 无烟清新好环境 藉由热爱户外运动 呼吁民众共同遵守规定 就像原子习惯这本书所写的 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 那你一年就会进步37倍 那以无烟环境来讲的话 最近我家终于是无烟环境了 因为我爸爸从小受到同才的影响 他念高职的时候 他们一群男生都在抽烟 如果不抽烟就是不酷 我们就不是朋友 所以他从十几岁抽到现在六十几岁 那为什么他会戒烟呢 并不是因为他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女儿 而是他的金孙 银孙即将要诞生 所以我妹妹他的小孩 在今年十月底要诞生之前 我爸就戒烟了 可是我真的从他的戒烟过程很有感 他真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他不是说戒就戒 他是从那种一天一包 然后到一天几根 然后再到一个月几根 然后到最后才戒掉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抽烟的话 用责骂或责怪的方式 我反而觉得不如你用火力的方式去让他不要抽烟 不要去影响到周遭的环境 那就我在运动的时候我非常有感 因为我在一开始踏入单车的时候 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会抽烟 可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也是响应无焉的环境呢 是因为他们有动机 我觉得借鉴需要动机 那我觉得运动族群有两个动机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第一个就是为了交男女朋友 就为了有另一半 他们为了要接近喜欢的人而开始不要抽烟 然后第二个是为了运动表现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在骑车的时候 一般来讲大家看我今天穿这样 可能想象不到我蛮会爬坡骑车的 那有男生超过我的时候想说 为了面子问题我怎么可能被女生超过 所以他们就会加速 可是发现有抽烟的人 你在骑车上洋名山的时候 你会听到他呼吸声哼 然后想说天啊被女生超过 实在太没面子了 所以有些男生会为了运动表现而戒烟 后来发现戒烟之后 的确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可以提升他的运动表现 所以通常运动是这两个原因戒烟 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有些人为了毛小孩戒烟 因为刚才在影片当中有说了 一手烟害几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疑害人间 那你们知道吗 地毯还有窗帘 当你在抽烟的时候 那些烟的悬不粒子 会附着在窗帘跟地毯 那毛小孩比如说你猫跟狗 去舔那个地毯 或是去接触到这些的时候 根据就是研究发现啊 他们得到蛇癌的几率会提高 所以其实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 或毛小孩戒烟 那我觉得无烟环境再拓大这一点 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讲的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依据国建署18岁以上吸烟行为调查结果显示 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铺露率仍有四成 烟害防治新法为了加强保护儿少免于烟害 修正重点包括禁止吸烟年龄 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 并扩大室内外禁烟公共场所 将大专院校幼儿园托婴中心及居家室托婴场所 列为全面禁烟场所 大家非常惯心我们新法从3月22号14以后 先把我们一起规定 特别是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五岩环境 就是室内空间或者四百空间 所以今天的场所在扩大的部分 所以记者可以来跟透过媒体朋友 来跟我们民众做先到 立民民众在这些场所里面 不小心处防 让我们也设计相关的一些法则 我们这一次的修法 对于这些场所也扩大 第一个包括过去没有拉入的大段面向 所以从过去的高中子以下 扩充到大专院校全部纳入 第二个是往下延伸 为了保护小朋友们 免疫受到厌害的一个伟案 所以我们向下到六岩 甚至于这个托婴中心 还有几下室的托婴场所 做前面的禁烟 另外有关酒吧跟这个 谈管如果没有设计烟室 室内是前面禁烟的部分 这个烟害防治法新法 扩大的这个禁烟场所 为了保护我们的儿童青少年 还有我们国人的免疫二手烟害 所以这个扩大禁烟场所的部分 从我们去年的这个调查里面 也发现说我们二手烟的保护力 大概已经达到96% 那有一些民众的反应 就会觉得说在可能有一些出入人口 比较多的室外场所 就比较容易会有人在他面前吸烟 那所以我们的烟害防治法里面 就有去调查说 那到底哪些场所 他比较觉得有二手烟的困扰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像户外通行的场所 或者我们的公园公井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连锁便利商店的棋楼 那还有我们这边奴猎的几个场所 所以压防治法的18、19条 其实我们就有授权地方证明 他可以因地自宜 依照他地方的特性 来公告禁烟场所 那所以除了我们刚所长提到的 保护我们儿童青少年跟国人 免疫二手烟害物 今年已经在这个3月 扩大的禁烟场所 包含大专校园、幼儿园、婚姻中心 还有居家室的多余场所 另外酒吧业宴的部分 就是他要设立有独立空调的 这个吸烟室以外 那就要禁烟 那所以我们禁烟场所 大家都会知道说 一定要张贴这个禁烟标志 那也不能提供吸烟或吸烟相关的一些器具 不然他就会被罢1万到5万 那我们的行为人 包含我们的民众 如果在禁烟场所吸烟 他会被罚2千到1万的罚款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从这个刚刚提到的 应该防止法18、19条 授权地方政府公告禁烟场所的部分 我们累积到111年里 大概现在已经公告了 2万5千多住的这个禁烟场所 那举凡说包含商圈街道 那或者是学校周边 像小朋友的这个通学步道 另外就后车亭 那跟我们的有一些 古迹或宗教场所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旗楼的部分 像便利商店或咖啡厅 的这个在悠闲消费的同时 也能够享受 这样的无焉清新的好环境 没有一手烟就没有二三手烟害 尚未戒烟的民众可以利用 国监署提供的多元戒烟服务 全国有近3500家戒烟服务 合约一事机构协助戒烟 5月15号起接受戒烟服务 还可以免除戒烟辅助 用药之部分负担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头戴鸭舌帽的嫌犯往前狂奔 多位民众在后方追赶 这期抢夺案件发生在 南港警报二路上 50岁的正姓嫌犯与越南籍被害人 在网路上相约兑换人民币 在被害人从银行提领现金15万元 并交给嫌犯点收时 嫌犯竟然用辣椒水喷洒被害人后 趁机逃逸 如果民众见状立即报警并协助追捕 最后成功在三重路一处停车场前 将正姓嫌犯来下 由赶到现场的南港派遇所远警 以抢夺罪现刑犯将正姓嫌犯逮 逮捕同时在路旁找到 嫌犯丢弃的15万元 本案犯女在网路上 任是可提供换汇人民币服务之正男 双方约定以新台币15万元 在经贸二路106项内换汇交易 犯女将前接款项交予正男点收后 正嫌禁掏出玉藏之辣椒水 朝犯女脸部喷洒并转身逃逸 犯女随即上前追赶 路过民众见状立即报警 并协助追捕正嫌 最终在三重路玉藏银行前人行道 成功将正嫌围捕 南港派遇所远警同时抵达现场 将遭建议勇为民众南下之正嫌 逮捕 并在路旁找回遭丢弃之15万元现金 嫌犯身上除了犯案用的防狼喷雾 还有一把折叠刀 怀疑是预谋犯案 警方调查 真嫌犯有窃盗 恐吓取材及毒品等多项前科 在网路上声称可敌空换汇人民币的服务 结果却是一场骗局 警方除了将嫌犯依抢夺罪移众法办 由于案情可能涉及地下汇兑等不法交易 将进一步扩大侦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台北市民上台北Tone App 登记乐运动资格 就可以抽限量2万份的1500UB 可以拿来折地12区运动中心的运动消费 活动从7号开始 由市长蒋万安宣告 整个台北都是我的运动场 活动起跑 期待已久的U-Sport 台北乐运动 正式要在9月30号上路 今年我们只是十半年 所以我们特别选定今天开始 来跟大家正式宣布以外 下午我们就会2点钟开放 让大家来申请登记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叫做U-Sport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一个U 这代表四个意义 第一 U代表的Unlimited 无限 也就是象征的我们不断的运动 深深不息创造无限的可能 Unlimited 第二 代表 You就是你 每一个特别的你 也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能够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当每一个人都很健康 就是健康的群体 就形成健康的城市 我们打造一个活力健康幸福城市 第三个 U代表的是 微笑 也就是希望台北快乐运动 第四 U代表的是一个曲线 幸福的上升曲线 也就是结合我们这一次活动 动越多 转越多 大家的健康不断的提升 幸福 时数 所以四个意义 我们叫做U Sport 那今天我们正式宣布 U Sport 台北乐运动 也是去年 我向所有市民朋友 承诺的运动证件 能够正式的落实 希望能够让大家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因为我们经过统计 过去五年 台北市 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大概都在37%左右 那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要再突破 往上 有一点点困难 遇到的瓶颈 所以 我们希望结合现有 既有的基础 包括每一个区 有运动中心 深受市民朋友的喜爱 也有很多的课程 更新很多的设施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让更多的朋友 使用运动中心 或是运动 而且是规律运动 所以我们想出了U Sport 也就是我们希望 从现在的37% 能够逐步提升到40% 这是我们的目标 另外我们西部的分析发现 23岁到64岁的朋友 他们规律运动的比例 是相对比较低 也就是23岁以下 年轻朋友 他规律运动的比例 大概都有超过30% 65岁以上的长者 规律运动的比例 也都有超过大概到40% 那反而23岁到24岁 可能忙于科业或工作 或是家庭 他们规律运动的比例 好像不到30%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事办 重点也好 来针对的对象 好 那我们实际U Sport 台北乐运动 我们怎么进行 大概基本上分两个方案 第一个 1500U免费动 我们叫1500免费动 另外叫做5UB 5U我叫做加码兽 我押运了加码兽 1500免费动 5UB加码兽 也就是让所有市民朋友 有1500UB 然后透过台北通 大家就可以免费到 我们的12个运动中心 每一次使用 包括游泳池 体势能 健身房 或者是专案的体验课程 直接1500UB 扣抵 举例来讲 游泳池可能110UB 体势能健身房 大概是50UB 那如果是大概一段期间的 体势能课程 可能就是1500UB 大概维持三个月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及时 而且线上完成 另外 5UB加码兽 也就是市民朋友 当你每一次到运动中心 使用这些设施去运动 我们就让你累积点数 每一次累积5个UB 然后如果三个月 能够使用12次 就有60个UB 同时三个月内 如果去12次 那加码 再给你60UB 总共你可以拿到120UB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UB 再去运动中心 去运动体验课程 另外 我们也有抽奖活动 总奖金30万元 我们会送 运动手表 运动手环 还有switch的运动环 还有自行车 等等奖品 非常丰富 总归来讲 就是希望 来让所有市民朋友 养成规律运动 使用我们非常优势的运动中心 同时 当大家在这个过程 也欢迎 给我们一些反馈 给我们一些建议 让我们把这样的方案 把我们运动中心 不然一体的建制 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再次的感谢 体育局 资讯局 与各局处大家共同的配合 那我想 今天首长都在 我们首长要以身作证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我知道 市民局长有 才跑完马拉松 我希望 市民朋友 也都能好好享受 Youth Sport 台北乐运动 体育局为了扩大活动参与度 今年事半三个月内期间 完成12次运动的市民 即可额外获得 60UB运动点数 同时参加抽奖 总奖金30万元的豪利 鼓励市民赶快加入集点行列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大家一直在说什么 赞南北赞南北 说什么重 重北清南 重北清南 其实实际上不是如此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相关的补助款里面 台北市拿的如此之少 拿出中央客委会提供的资料 立委王洪威指出 台北市有45万4千位客家人 占全国客家人口9.72% 过去五年来 过去五年来得到中央的补助 却只占总体补助费用的 百分之0.12% 平均每位分不到新台币10元 而补助最高的屏东县 有18万8千位客家人 占全国百分之4.03% 却拿到补助费用的百分之17.14% 每人可达3305元 痛批客委会补助大哨眼 我无意去质疑说 其他地方的客家乡亲 拿到的补助款 但是我在这边要争取的是 台北市的客家乡亲 为什么补助的金额这么少 如此之少 长期的都补助非常少 这难道不是一种歧视吗 所以大家也知道 立法院现在进入了这个预算会期 我们会质疑 我们也会提出要求客委会 要做改进 那么我们再把它换算成 我刚才不是特别把人口数也给大家看 还有人口的占比 所以我们就把它呀 从用中央给地方的相关的补助款 把它去除以我们地方相亲的人数 那么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我知道客委会一定会说 他说台北市是地方财政 一起划分的地区 说台北市财政特别好 所以没有什么补助款 那么但是呢 台北市还是有分摊款 台北市还是有分摊款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表格 刚才我给秀给大家表格 就是客委会所提供给我 好那这个是我们把它换算成 那么这样子补助下来 平均一个人 一个客家相亲 他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央 不管是补助款或者分摊款 他的金额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台北市啊 不是侏儒啦 这个小海人 你看被压缩到 不到十块钱 平均一个相亲所分配到的 中央来自于中央的分摊款也好 补助款也好 不到十块钱啊 市议员李燕秀进一步指出 以过去六年台北市举办的客家活动 台北移民加年华来看 台北市政府每年向中央申请 780万到1330万元不等 但最后中央客委会 核定下来的分摊经费 106年核定比例 还有38.8% 到了111年却只剩22.5% 我们从106年到111年 对于一鸣节的嘉年华活动 从申请2810万到1460万 不等 那中央跟地方平均分摊 有1160万到最低的 曾经到800万 但是最后中央核定的 其实只有两年450万 其他都是300万 到111年去年 甚至核定的比例 越来越低 当时在台北市 如果柯文哲跟这个 蔡英文关系好的时候 就补助多一点 106年的时候 蔡英文跟柯文哲的关系 是水乳交融的时刻 包括在109年的时候 那一年又是选举年 所以才补助450万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所以自称是客家人的 蔡英文 其实对于客家人的补助 还是仍旧是分政治 分政党 分现实 分颜色 王洪威与李燕秀表示 有些县市客家人口比例高 拿到相对多的补助可以理解 但台北市的客家人口 除了占全国的9.72% 客家族群也占全台北市 总人口的17.4% 但得到的补助 竟然只占0.12% 实在少得夸张 呼吁客委会不能对 不同县市的客家人大笑眼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2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9月初基隆市卫生局积极向民众宣导清除积水容器 避免滋生病眉纹传染登革乐 因为中南部登革乐疫情相当严重 但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卫生局发布新闻 有市民曾经到南部回来后 确诊首例登革乐本土病例 这也是从民国104年基隆出现 登革乐本土病例以来 相隔8年再次出现第一起本土病例 提醒市民确实做好清除积水容器 穿着浅色系长袖衣裤防纹 也要对自己身体状况提高警觉 今天9月21日 我们基隆市确诊了 我们基隆市第一位本土的登革乐病例 这位市民朋友 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前 走到南部有余游市 然后回到基隆之后 在三四天前 有头痛发烧等等的症状 他到医院去就医 然后医院很警觉的就做裁检 那登革乐快篩也是阳性 然后我们就帮他裁血 然后送到中央疾病管治署 去做确诊的检验 今日上午 疾病管治署通知我们 确诊的检验是阳性 所以我们今天确诊了本市 第一例本土的登革乐病例 我们在104年以来 这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位本土的登革乐 今年登革乐疫情爆发 在南部县市 尤其是在台南 云林 高雄 等等的县市 那实际上 包括我们周边的县市 也有很多市民 是到南部旅游之后 回来被确诊登革乐 预期 我们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在南部工作或旅游 回到基隆之后 也可能一样会有 登革乐漂亮的风险 卫生局长张贤正呼吁市民朋友 一定要请到积水容器后 倒盖或是投药后加盖 预防滋生蚊子导致登革乐 发生传染 记住寻到清刷是个重要步骤 我们在这边呼吁市民朋友 要做好周边环境的确保 我们做到寻到清刷 家里面附近 不管是积水容器 或容易积水的地方 我们巡视看看 如果有积水 就把它倒掉 把容器倒盖 然后把里面的水清掉 垃圾清掉 如果有一些已经有脏污 或可能有蚊子的绝绝 沾在上面 我们要刷洗干净之后 才倒挂 确保家里周边 不会有积水容器 不会有积水 就不会有蚊虫之身 当然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可能 会到南部去旅游 回到基隆市之后 如果有发烧 头痛 后眼窩痛 肌肉关节酸痛 或者是皮肤诊 我们要赶快到医疗院所就医 然后我们跟医生说 我在前几天 有到南部旅游 或者是有出国旅游 这时候 我们医师 就会帮大家做 最适当的检验 再次呼吁说 是女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登格勒的房子 让登格勒 不会在基隆蔓延开来 张贤正指出 卫生局已经进行疫调 联合环保局区公所到个岸居住地 以及工作地点半径50公尺内 进行资深源清除 以及环境消毒工作 到目前为止 密切接触的同住家人 职场同事 以及附近住户做健康监测 都没有症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921 国家防灾日 地震避难演练的现场 基隆市长谢国良 来到五轮国中 特别跟同学们 一起进行防灾演练 我今天陪同学们 亲自操作这个演练 我觉得同学做得比大人都好 我看他们每一位在调室 这个时候趴下 掩护自己 我觉得都非常的动作扎实 而确认 所以我想同学们真的做得 让我反而觉得很安心 那但是因为大家过去孩子们 没有那个1999年9月21号的生活经验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 台湾是可能发生重大地震的 那发生的时候 希望大家的防灾演练 能够保护自己跟家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这个很重要 地震发生时 首先呢 要保护自己身体跟哪个部位呢 头部 头部最重要 你不要把我的工作做走 谢谢 头部 保护完以后 还有呢 颈部没错 颈部没错 颈部完要保护身体 OK 灾后 发生这个地震时 必须要冷静应变 有三不原则 第一个不原则呢 是什么呢 知道吗 至少 是不要推 不能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就很糟糕了 会跌倒 这次的国家防灾日演练 包括教育处长刘美兰 消防局长向勇才 海大的副校长等贵宾 都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的演练 而看到五轮国中方面 全体师生都非常认真地 执行各项灾情状况应变 各单位都给予五轮师生高度肯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去吧 走 走走走 加油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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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和德育护理健康学院校长等人 陪同参加漫步快走北海岸同乐会活动的民众 一边欣赏外幕山的山海风光 一边快走运动 维持也保护健康 由于基隆市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如何借由运动和饮食 维持健康非常重要 而借由提倡快走这项古老的运动方式 对于维持体重促进关节强化 改善心血管健康 增加免疫系统降低血压 以及有更好的睡眠模式 是最简单也最容易执行的运动 我们一边做运动 一边享受这个大自然 想要得到身心的健康 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因为我们国人 包括我们基隆市民 因为吃得很好 动得很少 所以大家的体重越来越增加 所以有不管是三高或代谢症候群 这些体重肥胖相关的疾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场活动 鼓励大家出来走一走动一动 聪明吃快乐懂 然后我们也鼓励大家要天天量体重 只要我有适当的饮食 然后有适量的运动 然后也注意自己的体重 我们就不会迈向三高 不会迈向代谢症候群 我们基隆市民就可以得到健康 享受生活 包括市议员 吕美玲 郑文亭 施伟政以及陈冠宇等人 都参加这项活动 400多位民众沿着外幕山这处 全长大约5公里 基隆市最长的天南海岸快走运动 一起守护健康 营造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长大之后 两个人也因为假期观 非常的乡下 连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 所以渐渐的坐在一起 一对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夹道欢迎下 甜蜜进场幸福终生 两个人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和相视频 堪称北台湾最浪漫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我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 谢谢你 成为我人生中的至爱 跟我女朋友求婚蛮久的 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一台这个 调理机跟微波爐 想说因为自己的基隆市 所以就是想说 一定要大力的一起来推动这个结婚旅 我觉得很新鲜 因为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场合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好 我们是古装 他结合各个朝代的一些元素 然后他自己去动手做 然后我的也是他做 然后称多他的 就是我是加上那个清朝的元素 还有那个明朝 然后还有唐朝 那可以参加这样喜欢吃饭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的幸福 在一起今年刚好满五年 想说五十年结婚一下 那你呢 有没有觉得开心 有有很开心 怎么说 安排得很好啊 大家都可以在蒙台上面 就是有机会这样走 然后流程都排得很好 市府推动 基隆幸福产业链 将婚礼现场 打造梦幻婚礼场景 邀请新人亲友一同见证 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气氛非常好 那我觉得明镇出办这个活动呢 很用心 现场有满满的幸福感 而且看到这个很多新人 包括连我的秘书 跟他的太太在内 今天都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窩心 那现在这些新人 要鼓励他们 不能只结婚 要生小孩 要争产报国 多生几个 提升我们基隆的生育率 大家加油 我选择在我们这个广场 海洋边的广场 特别也找到在地的许多的 温馨的摊商 取得非常温馨的名字 让他们能够在婚礼进行之余呢 除了可以跟家人共同分享喜悦 自己也过一点 婚礼当中的小小生活 能从吃的美食 饮料 然后还有我们婚礼的一些安排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联合婚礼当中 不但能节省很多繁文鲁节 还可以感受到非常新颖 而且前卫的这个气氛 这个场地上 还有AR的这个视觉的感受 也可以留下美好的这个影像下来 在金融港区美景和新人亲友见证下 28对新人共结联礼 完成终身大事 参加新人都可以获得金铲子 和家电微波炉 希望新人们早生贵子圆圆满满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导 台军 后勤事员实验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加菜金 慰绕金融各驻军单位代表 台军 后勤事员实验 除了提前预祝国军官兵加决愉快之外 对于国军和市府保持良好联系 协助各项防灾防台整备 市长谢国良至上12万分谢意 我们国军官兵要保卫国家 又要替民众做防灾救灾的任务 尤其是防灾救灾这一块 在民众需要的时候感受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端午节的前夕 我们非常感谢 并且来慰问跟表示 我们对于国军官兵的敬意跟感谢 谢国良表示 日前拜会国防部长邱国正 双方就营区外的环境进行美化 已经达成共识 跟邱国正部长有反应 也得他允诺 就是包括降丰街担药库开始 我们会先以降丰街担药库为一个标的 他所谓的外强 因为现在都有所谓的这种铁丝网等等 那铁丝网也都老旧而且散落 那我就说应该现在有更好 可以保卫军营的一个方式 并且可以让美学上 这个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他是非常认同 那时候他就吩咐了他的团队 应该也跟基隆的后备指挥部有关 未来要做这一方面相关的美化的工程 所以我想说今天还是公开的要感谢邱国正部长 以及国防部同仁 除了帮我们防灾救灾以外 也会愿意把他的营区 跟他的环境都能够打理都能够改善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 市长谢国良和宇在场的国军 额照 预祝大家加紧愉快 记者黄烧民进入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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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清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去检或去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车